大家好,我是Hady,歡迎收看粵語最詐勁 曾經聲稱說你要不要的中蝕糕終於都沒有人要了 近日天價雪糕、中蝕糕因為股權被凍結 再次引發了很多人的關注 根據天眼查顯示,中蝕糕新增了三則股權凍結信息 凍結股權數額分別是2000萬、1000萬和500萬 這已經不是中蝕糕第一次被股權凍結了 去年中蝕糕曾經陸續增加四則股權凍結信息 凍結股權數額分別是2.100萬、2.139萬 也就是說自至目前中蝕糕被凍結的股權數額累計高達大約4000萬 伴隨著股權被凍結的是中蝕糕其他一年前的負面新聞 財源、欠薪、打折促銷等等 一系列跡象表明 曾經風光無限的雪糕界的愛馬士 品牌周期好像是進入倒計時了 現在只是吊著一口氣在苦苦硬撐 打開各大社交媒體就會發現 曾經在營銷上相當高調的中蝕糕 現在只剩下一地雞毛 我們發現中蝕糕官方公眾號 最後一次的推文停留在去年8月11日 小紅書官方帳號、官方微博 也分別在去年8月22日、9月14日停止更新 停更多在半年以上 眼球經濟時代特別是對於那些 依靠網絡話題曝光而大火的網紅品牌來說 停止宣發就等於自殺 但保持低調好像是中蝕糕現在最好的選擇了 一方面中蝕糕或者真的給不起宣發部門的人工了 去年10月一位自稱中蝕糕員工的網友爆料 令到本來上低調的中蝕糕成為輿論焦點 該網友透露8月份的人工說是延遲法 到了約定的時間也不發 而且是沒有任何說法 找人也找不到 同一批甚至是前一批 比賽的大量員工都拿不到血汗錢 賠錢就更是遙遙無期了 中蝕糕員工被爆欠身的時間段 剛好是跟他官方社媒停更的時間重合 另一方面中蝕糕確實賣不動了 去年夏天中蝕糕被爆價格縮水 官方旗艦店進行了一系列的打折促銷活動 現在看來中蝕糕並沒有打算把讓利活動停下來的意思 3月5日打開中蝕糕鐵貓官方旗艦店 發現原本價格普遍在18至24元的雪糕 打完折單片雪糕跌到個位數 比如原價181元的12支裝全格科系列 券後價格為119元 在拼多多的某個冷飲專營店內 中蝕糕的10隻輕牛乳雪糕售價47元 每隻大概4.7元 如果是中蝕糕的臨期產品 價格已經降到2.5一支 網紅是通向品牌的必經之路 就好像20年前CCTV是通向品牌的必經之路一樣 中蝕糕創始人林盛曾經公開表達了走單品網紅路線的決心 事實上做網紅品牌林盛是頗有心得的 廣告行業出身的林盛曾經在2004年成立了一家管理諮詢公司 服務過冠生員、大白兔、康師傅等知名品牌 真正令林盛在行業明星大噪的 是她對東北兩大雪糕品牌馬迪爾中階的包裝打造 並且令她在實踐中總結出打造網紅品牌的方法論 講好品牌故事和社交平台引爆 2015年在操盤馬迪爾雪糕的時候 林盛就主打馬迪爾的宮廷古坊和傳統工藝 從歷史故事中挖掘馬迪爾文化底蚊 使得馬迪爾短短一年時間 從原來哈爾濱的家門店擴展到30間 銷售額突破千萬 2016年中階雪糕找到林盛 她通過將中階和東北的風雲人物張作霖聯聯繫在一起 為品牌打造了一個更加高端的故事 在林盛的建議下 中階推出了中階1946系列雪糕 價格區間是20元 但是通過小紅書等等平台的推廣 中階1946成為初代網紅雪糕品牌 就算是價格不輝 依然在電商渠道買爆 馬迪爾中階的成功 令林盛有了打造高端網紅雪糕品牌的想法 所以2018年中階雪糕橫空出世 林盛為她良心打造了一個充滿上陣力的品牌故事 中階雪糕是由中國傳統文化的三個盛世組成 也是中式雪糕的諧音 代表著她想要打造中國最高品質的雪糕品牌 獨有的瓦片設計既代表著傳統文化 亦都被人無法拒絕的高硬直 同時中雪糕在小紅書、抖音、B站等多個平台瘋狂中草 藉由大主播大貨、擴大知名度、李佳琦、羅永浩等等的頭部直播間 都上車過中雪糕的產品 再加上明星代言 中雪糕很快成為了具備社交屬性的網紅品牌 2018年雙十一 中雪糕推出售價66元的阿瓜多爾粉鑽雪糕 創造了15小時銷售2萬支的紀錄 2021年中雪糕還推出了一款 但有夏威夷果、開心果碎、行光的牛乳雪糕 售價高達160元 現在看來中雪糕是屬於典型的出道就是巔峰 其實如果中雪糕堅守高端路線 和哈根達斯、夢龍等等的品牌對抗 將為國科或者還可以殺出一片天 但中雪糕錯就錯在 它既要又要 2022年夏天為了提高銷量 中雪糕和平價雪糕混在一起售賣 令到很多不明白真相網友的荷包 狠狠地被刺痛了 從那時開始 高格就成為了中雪糕的原罪 曾經被瘋狂追捧的中雪糕 成為了網友口中的雪糕次下 口碑的180度大反轉顯而不在臨城的預期內 他採訪時候的那句帶著滿滿自信的 他就是這個價格說你要不要 在社交平台瘋傳 被網友口誅不伐 至於是否惡意剪輯 斷章取義已經不重要了 不過真正押跨中雪糕口碑的最後一根稻草 是大家對它產品品質的質疑 公開資料顯示 中雪糕曾經被監管部門行政處罰兩次 都是因為虛假宣傳 一則是中雪糕在天貓上銷售的一款 輕牛乳雪糕產品 網頁中宣傳不加一滴水 純牛乳香等等的內容 但是經官方核實 這一款雪糕產品的配料表當中 明確含有飲用水成份 另外一則是中雪糕一款紅蹄雪糕宣傳 不含一粒借糖或代糖 只是選用套路番盤地核心葡萄種植區的特級紅蹄 但是檢驗報告顯示 該葡萄桿的規格等級為散莊一級 2022年7月一段關於用打火機點燃中雪糕疑似消物化的視頻 又在網絡封傳 中雪糕因此又牽涉到食品的安全問題 再度陷入各種負面輿論 產品一再被質疑 其實才射出中雪糕等等網紅品牌的一個普遍問題虛肥 由於網紅品牌的增長過度依賴故事包裝 營銷炒作等等的手段 在產品研發上的投入少之又少 所以網紅品牌前期往往都是聲勢浩大一名驚人 但是經不起更加嚴魔的消費審判 一旦陷入了食品安全問題等等的娛樂風波 就好像沒有跟機的空中流閣 很快就會大下傾覆 網紅不可以長紅大多數都是你的原因 林誠曾經表示 如果你連網紅都做不到 那就不要做品牌了 很顯然它是太高估了網紅品牌的生命力了 這期節目就到這裡 感謝大家收看 歡迎大家留言、評論、訂閱、支持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